來 睡著 我問喔 現在 現階段 到底什麼情形 婚期是真的還沒有確定 還是要等家長確定 婚禮會在哪裡舉辦 還沒有確定 那之前マケオ說報紙的事情 因為 其實過年的時候 真的是有求婚 然後也是真的有在 求婚的情景是什麼 很浪漫喔 他 是在 是在一個室內 有戒指嗎 室內 有 有 室內 他都在廣場 講具體一點 他都在床上 在床上 在床上 還是在床上 還是在樹筆 還在沙灘 對啊 就是求婚 Motel還是 他用的道具 我講他用道具好了 就是有用蠟燭 很多很多很多的蠟燭 我跟你講 他不能講地點 是因為Motel對不對 那你就是Motel啊 不是 過年的時候也沒有開好不好 有 過年 沒有 應該 可能是出國 巴黎島是不是 在國外嗎 我過年的時候有出國 然後 是巴黎島島嶼對不對 沒有 求婚那天在哪裡 是在 在台灣 在台灣嗎 在天堂啊 不能講 你知道 如果你沒有說真話 你一輩子不能再來康熙 那很可怕 對 通告的時候沒有跟你講 誰跟你講的 你也不懂解釋 我講 你 他閃在那裡的閃在那裡 你很可怕 你很可怕 你誰要 你很可怕 夸你姐姐整個人就轉起來了 很可怕 沒有 他是想說真話而已 不是 因為我只要不會說真話 好啦 那什麼地方 對 劇情達標 在他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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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又點了很多蠟燭 對 他就是 點了很多蠟燭 然後 他不要問多多 多到 多到 就是好像 他要收拾的時候 他就不想收 再有像這個桌子上那麼多吧 所以是你一進他家的時候 已經都是點滿蠟燭了是不是 對 一進去 然後點滿蠟燭 然後他就要我 因為是兩三樓嘛 他就要我沿著那個蠟燭去找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他 怎麼沒有人 然後他也不接電話 然後我就沿著那個蠟燭下去 到另一層樓 然後就走走走 走到一個地方 就看到有一個那個 蠟燭拍成的 蠟燭拍成的心 我們在聽故事 蠟燭拍成的愛心這樣子 然後人呢 人還是沒有出現 對啊 所以愛心裡面藏了什麼東西 是不是 就是那個戒指 戒指嗎 那你要拿的時候 不是很容易燒到這邊嗎 對 不是很容易燒到那裡 不是很容易燒到 今天我們要把他專 spin 對 襲個